大家好 兰花配资料的方法有很多 一般正常来说 建议大家给兰花配资料 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养护环境 还有我们平时给它教学的一些习惯来配比 这次我配的资料主要是以松树皮 还有火山石 还有花生壳 还有珍珠岩 那么这四种资料都是属于偏细的 这种比例都是按照1比1 那么我这样配比的资料主要是 非常适合我们的养护环境非常通风的 因为这些资料它比较细 它的保水性也比较好 而且加入花生壳之后 它的保水性更加的强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通风不好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大颗粒一点的资料 像松树皮的话 一定要在1厘米左右大小的 还有火山石也是一样 那么这种的话就不适合 通风条件不好的环境来养 所以大家给自己的养花配资料 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养护环境 我们给养花上盆最好加一个透水层 这个透水层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个小花盆 把它剪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上盆 我们上盆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养花的炉头这个位置 最好是跟这个花盆的盆口平行 一定要拍打盆壁 让这个植料以养花的根更加的贴合 那么差不多把这个养花填满之后呢 接下来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给它放一点杀虫药 这个浮虫胺 因为我们用花生壳 多了 那么容易长一些虫 所以 给它撒一点杀虫药 后期我们就不担心 这个植料中有虫卵或者是幼虫 接下来继续给它填充质料 由于这个植料没有浸泡过水 所以我们上好盆之后 一定要给它大量的浇水 浇水的时间 一定要在五分钟以上 让这个植料完全的浸透水 还有呢 把一些粉层给它冲刷干净 那么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来养护了 不要给它晒太阳 也不要给它施肥 等它浮盆了 我们再给它逐渐的增加光照 给它施肥 前期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兰科专用型的有机营养液 不要给它使用颗粒肥 因为这种营养液容易吸收 不容易烧根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